好,咱向我一下上节课那种啊,上节课讲什么来着 上节课做了一个网页,是吧,做了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表单项目 可以有日期的时间的滑动条的,是吧 然后呢,就提交到一个邮件地址 比如我说我在这写123 然后呢,这滑动条这么这么滑一下 这个选这个,这个选这个和这个,百度两下 那么这些参数就等于放进去了 这块就可以有抄送,是吧 这块就可以有抄送 然后呢,这个,这个等于到时候啪一发送 就发发送出去了 就等于是发送出去了 但是我这个如果是一个注册页面 或者说我要收集信息的话 这个有点乱 怎么样把它排布布局更合理一些呢 我觉得应该去写一个类似的 就是一个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有什么特点呢 比如说这个就叫什么呀 就叫注册 注册,reg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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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reg吧 reg,reg.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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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然后呢 再打开它,这个时候优异发现了 这个没有了 不要不要呢 不用了 然后REG这开始 写什么呢 用什么布局 用table布局 table布局 table里面有什么 应该是 有这样的元素 table row r row怎么写 r我答不了 rtr对吧 tr table row 那么table row 有几行呢 先来他三行吧 来三行 其实我应该写出td来之后 再复制粘贴 是吧 写出td再复制粘贴 这是什么 table data table data 就是td td是td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左边写什么呢 写比如说 这个注册的时候 用户名是什么 用 用户名 这个呢 就是应该是一个文本框 对吧 这算一个 这算一个 这个input input 然后呢 这个里面是 类型是什么 忘了 看这个 把这个先 选出来 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呢 Ctrl V Ctrl V 这个时候就 可以 比如说name的username吧 username 如果要大小写的话 可以把这个n大写 username 是吧 user 然后name 每一个知道是一个单词 看个什么样吧 保存一下 然后 这样 用户名 但是他应该上面有一个大标题 是吧 大标题可能就是应该更明确一些东西 比如说一个h1 h1 hiding span 这就是用户注册 用户注册 保存一下 然后呢 这是一个除了用名 还有什么呢 显然是密码啊 这样来一个密码 看密码 密码 密码是多少呢 type应该是什么呢 如果我升起 password了 考试保试呢 那么我记得好像有一个type 是吧 密码 这是不是就密码 这是不是就用户名 好 那么但是这个表格不是很明确 我想让这个表格明确一点 怎么办 加一空格 他并没有什么提示 那我就得去html5里找了 那我找什么呢 应该找的是table 是吧 table 然后再加上一个w3c 再加上一个html5 行不行呢 应该是行吧 就去找了 找到了之后呢 这个table 这个应该是tr里的markup 这个是tuber了 table了 是吧 就是他的属性 table元素的属性 有什么属性 除了global的 还有一个border属性 border让它等于1 是吧 就能够看到这个框框 空格让它border 等于什么呀 等于1 保存一下 先看看效果 哎 看看效果 好使 好使 好使之后呢 这个要把这个提交按钮给搁在这 提交按钮在哪呢 这块它有这么一个提交按钮 是吧 提交按钮 提交按钮 把它拿过来 Ctrl C 到这来 最后 搁外面 Ctrl V 保存一下 提交一下 提交一下 但提交不好使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 因为它这个 其实所谓的提交按钮 代码没错 但是它是处在一个东西里边的 所有的这些表单域 就是input也好啊 这个 input也好啊 input也好啊 这个说radio checkbox 它们都处在这个form里边 对吧 那你把form Ctrl C 出来 从头到尾 这就是一个form 这就是一个form 然后呢 最后呢 这就是一杠form form里 只不过form里面有这么一个table而已 杠form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再去刷新它 我提交 还好使保持呢 这是不是提交就好使了 而且这密码 它是能够刷过来的 是吧能够刷过来的 那么如果密码之外还有什么呢 密码可能得输入两遍 然后还得验证一下 一般都是这样 但是这一验证的怎么验证呢 这这这 这就得 这就得 这这这 有点复杂了 有点复杂了 那么 我就假装再输入一遍密码 吧 这个验证密码还不太会啊 验 再输入 再输入一次密码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password 是吧 password 这应该是password2 password2 之类的东西 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你的出生年月 Ctrl C Ctrl V 这个TD里面是什么 出生 年月 出生年月 哪年出生呢 是一个 是一个Data型的 好 Data型的 出生时间 还可以是Time型的 对吧 还可以Time型 Ctrl V 还可以有什么呢 还可以有你的 呃 智力 可以来一个智力 选滑块 那一般人都会滑到头 是吧 智力滑到头 其实恰恰说明了 智力的不高 啊 那么Ctrl C 那你会滑到多少呢 我不知道 我就 先先拿过来 然后呢 那还有一些 性别 是吧 性别 性别 就是这些内容了 这些内容了 Ctrl C Ctrl C 怎么办 还是得有结构 为什么要有这个表格 表格其实就是为了有这个结构 是吧 结构 Ctrl V 这是什么 性别 性别 性别里面有什么呢 这个三项 放在这儿了 当然可能没有BR 是吧 没有BR 这个TD里面有一个input 然后呢 这叫male 然后呢 有一个input 这叫phemale 就男和女吧 什么叫male phemale 来 女 然后呢 这个unno呢 就是 也有一个 不用unno了 就两种 好 就这样 保存一下 先简单一点 Ctrl S 然后呢 到这里来刷新一下 卡 出来了 事实都想保存 我先不保存密码 是吧 这本地的保存个P密码 123 123 123 几月几号 1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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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月23 那么 这个 这个数值在这 性别是男 然后白度两下 卡 出来 用户名是123 密码是123 密码2 也是123 日期是123 是这个乱指是123 性别是男 性别是男 当然这个 如果说我不想用这个男和女两个字 我想用用一个emage 行不行呢 那男孩是什么样呢 我建立一个50生50的图片之后 然后就可以画了 男孩假如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头 是吧 简单一点的头 那么这是一个寸头 寸头 然后这是耳朵 眼睛 这是男孩 男孩 哎 哎 这是一个男孩 那么女孩 什么样呢 Ctrl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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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特点就是他的头发很长 是吧 很长 这可能是这样的头 哎 然后呢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边 这边一个小辫 是吧 哎 这边 这边有一个小辫 这边有个小辫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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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特征呢 比如说是 这个 这个 嘴是红颜色的 啊 比如说这样了 保存一下 这叫什么呀 这叫女 女 女 点 JPG 行吧 存吗 存 这叫什么呀 这叫男 点 JPG 男 点 JPG 哎 那么 保存一下啊 但是我始终感觉那个 比如说什么口红啊 什么的 对这个身体有很大的腐蚀作用 包括很多化妆品 啊 一美之空格 SRC 它是男 男能写 能按男点 JPG 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女 女 Ctrl C 注意 JPG 是吧 Ctrl C 然后呢 到这来 Ctrl V 回车 好 那 女 保存一下 看看好使不好使 这个 哎 这个男和女都找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男点JPG和女点JPG在不在这 他都打不开啊 哎 实际上我刚才存储的时候 是没有选择这个格式是吧 应该是JPG 就是男点JPG的JPG 确定 这女呢 保文件存储为的时候 应该是JPG的JPG 他不能是JPG的PSD 是吧 这个肯定就说打开方式不对了 这回对不对呢 哎 刷一下 好 这是男 这是女 选男不能选女 选女不能选男 是吧 哎 就就是一个 当然他们这两个面相有点相似 哈 有点相似 嗯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这个 这个选项呢 就是他的 应该说 这回找form theform element 有什么样的 属性 有什么样的属性 这块一个东西叫legend 有一个叫file 呃 file date 比如这些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再来一个新的试试吧 呃 哪个呢 假如说我不明白这个 是吧 呃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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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ite file the site 拿来之后 其他都不看 直接找什么呀 找这个 找这个 代码 ctrl c过来 然后呢 搁在对头了 这到底要做什么 保存一下 到这里刷新它一下 哎 这个就是一个单选按钮吗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就是一画块 这没什么呀 这没什么呀 这不就一个radio 一个radio 一个checkbox 包括这个radio 它为什么叫radio呢 radio好像无线电的意思 但是呢 它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三选一的时候 要么大 要么中 要么小 它是唯一的选项 而这个checkbox呢 是 是可以选这个 又又选这个 是赔 可以加培根 还可以加什么 什么这个洋葱什么的 加蘑菇 蘑菇挺好的 那么这个是单选框 这个是副选框 那为什么单选框叫radio 而副选框叫checkbox呢 checkbox就是一个box 它可以check check就是选中 选中 不选中 选中不选中 就checkbox radio呢 早期的时候 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就是收音机 收音机 当你 它最古老的收音机 是四个按钮 也不是最古老吧 反正有一个经典的存在 状态 是一个四个钮 你按下这个的时候 其他的都会被弹起 就有那种按钮 啪 你一按这个 其他都弹起 你一按那个 其他都弹起 所以呢 就是互斥的关系 它利用这种radio来表现互斥的关系 所以这个input的type就叫什么 就叫radio 我们会发现 它这里面会没有这个双引号之类的东西 是吧 它是通过name等于c完成互斥的 这块还给有一个默认的 就已选的这么一个东西 假如说我默认的已选是 已选是女 那成不成啊 那就是把这个拉到我这来呗 一选是女 抗受V 保存一下 看他是不是上了就选女了 一选女是吧 一选女 嗯 我还见过一种就是在这咖一拉就拉出来好多这个可以选的地儿 是吧 这个怎么做呢 嗯 这个应该是什么呢 这是不是 嗯 input 这是不是slack的呀 slack的就是选项嘛 可选的 这些都不看 直接看什么 看例子 例子有没有 有是吧 有拿过来 Ctrl C 到这来 到最上 Ctrl V Ctrl S 然后呢 F5刷新 没有 没有啊 这是form 是吧 这是 刷新 这样就可以了 选择类型 是吧 选择类型 那么我们这里面四选一 这个其实跟单选是一样的 那但是我如果想shift多选几个呢 他就不行 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属性 这些各种各样属性都在哪呢 都在这里面有介绍 应该是前面这些 这些这些都有介绍 而且我相信浏览器应该是支持的 浏览器应该是支持的 包括我们常说那谷歌呀什么的 我们不知道他这个 前端是怎么写的 怎么办 到这来右键他呗 检查元素呗 这样不就看到了吗 看得清清楚楚啊 到底有什么样的属性 是吧 是这个 到底有什么样的属性 然后可以把它整个整个拷贝出来 哎 他到底因为这个作为谷歌这样的 服务器或者说网站 每天有多少个人访问呀 那他这些东西一定是精简再精简 嗯 萃取再萃取 已经不能不能再少了 但是他这些东西还是必须得有的 哎 所以 但是这些这些属性是不是一定在这里面有的属性呢 啊 这就分成三个东西 一个是标准上已经规定好的属性 就是已经写明了的属性 还有一个是真正浏览器里边正在用的属性 这些属性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不同的浏览器所支持的属性 没准这个谷歌浏览器就支持谷歌 是吧 百度浏览器就支持百度 所以不同的浏览器又有不同的这种特性 总而言之 它是一个综合的事情 那么 这是他现有的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 我们如果说想要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什么 做成一个 嗯 选择什么呢 选择 呃 你 多大 年龄 年龄 这个就在这 卡 Ctrl X Ctrl X呢 出生年月不就年年龄吗 那就是 集管 Ctrl C Ctrl V 哎 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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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管是什么呢 把这个地方Ctrl X过来 然后Ctrl V过去 集管是什么呢 这个是先 先把它退到头 Shift加Table 退到头 再退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把缩锁里顺 里顺 这个其实浏览器不管这些东西 浏览器就按照树形的树 树根完了 树枝 树枝完了 树梢 这么走 但是我们这样看起来比较比较顺眼一些 我们有两个选项吧 比如说集管 有有有哪里有选项呢 一个是地球 一个是地外 地球 一个是地外 就是地球外边 保存一下 好只保使呢 刷新它 哎 为什么是这两个呢 那么显然是不好使了 那这个就是地球的写在这啊 对吧 写在这 这个 Y6 不光要改Y6 而且要改这个Option里面的东西 保存一下 那么 刷新 哎 那么这前面这个也应该也应该改一下 这叫什么呀 请选择集管 请选择集管 保存 然后呢 刷新 这就可以了 对吧 地球还是地外 那么我们还可以有什么属性呢 还可以有什么元素呢 还可以有什么元素呢 选 选回头 是吧 这是 Data Time Data Time Data 什么 Number Number 怎么 什么呀 Number Number 我把第一个改成Number吧 把第一个改成Number 然后 刷新 这就只能选数字 是吧 这就只能选数字 这就是 就是手工作的一个 或者说流感器已经形成的这么一个东西 Option Text Area 这是验证码 Progress Meter Meter 什么东西 Meter 是表吗 描表吗 拿过来之后 看什么 Meter Value Max 86 Ctrl C Ctrl V 保存一下 然后呢 刷新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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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是吧 这样 这就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 它的最大值是八 它的这个当前值是六 是这意思吧 哎 如果说的是最大值是八 当前值是一呢 那就应该是占1%左右 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一个一个一个显示的装置 而不是一个选择的装置 就是我们很难在这里面进行一些选择的东西 但是可以像一个仪表盘一样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甚至以后我觉得有可能柄图或者这个柱状图折线图会不会都在这里面 派 搜一下派会不会有 派死 派死 哎 这块有这么一个东西 是吧 Ctrl C 这个是不是一个饼啊 不知道 刷新它 这并不是一个饼 而是一个 还是一个进 还是这么一个一个一个 表示的东西 是吧 还是这么一个表示的东西 是吧 派海的radio sum12 按的黑头两厘米高度两厘米 这个也也可能是它应该是这样但是不支持啊 但是不支持 但是不支持 现在还是米特米特 但是那些柱形图柄形图刹他之类的东西 会不会在顶级的那个位置有啊 刹子这块有是吧 emage之后这块有一个chats diagram maps之类的东西 找到这个graphic presentations 哎 这块就是柄形图是吧 但是柄形图只有一个alt 它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一个图片 一个图片 py chat py chat code example 这个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emage 是吧 本质还是一个emage 并没有 并没有 真正形成这么一个 就是通过代码的方式形成这么一个 那以后会不会有呢 这个就不好说了 这个就不好说了 因为他现在并不是用元素来形成 并不是他还是还是alt 就是如果图不存在的那个 这其实我们看过这一块 对吧 目前就是这样 目前就是这样 保存一下 把它control x 哎也也许可以做一个类似于专门的一表盘的这么一个浏览器 支持一些你自己的标签 然后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报表而且动态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浏览器 所以浏览器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的演化中的概念 我们注册一个用户吧 注册我的用户名是什么呢 注册用户名是OEasy 密码是123 123次啊 这个再输入1234 那么出生年月日呢 是今天1月231月21 1月21 这个这怎么又一出生年月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智力水平吧 智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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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 这个和这个就不能冲了 是吧 前面这个如果是智力水平的话 不对 前面出生年月 这个是智力水平 水平 可以看到 我这个改一开始就改错了 是吧 那么这是什么呀 智力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比如说这样 Intelligence 然后性别是6 机关 是什么 是 印 印 如果他require了不选会怎么样 或者说如果把这个check的给它搁在地外 会怎么样 这都是可以试的 对吧 都可以试的 然后最后就百度两下 你就你更知道就submit submit submit到哪呢 submit到1点 这个指令邮箱 meltu的这个邮箱 然后呢 应该就可以了吧 刷新 用户名 OEasy 密码 OEasy 再次OEasy 几月几号 1月1号 21号 智力水平往下调一点 默认的这个 当然他这个并没有 并没有选中 是吧 如果就想把它选中呢 地球外就得就想把它选中呢 那应该是谁的属性 那应该是option的属性 option的属性 这check的不好使啊 那就是 check的是input的属性 option的属性 得找这个option的属性 对吧 那得去哪找啊 option option the option element 然后呢 就找到了 有这么一个selected 也就是说这个属性 我判断它有可能是默认就选的这个属性 所以不是check的 check的 其实是radio和checkbox之类的单选复选框的一个属性 而selected应该是select的option的属性 保存一下 你说你这东西太多了 有点复杂 没事啊 因为复杂 所以就 就不用记那么多 如果说想做的时候 就把这个抄下来 先做一遍这个 把这个抄下来 以后想用的时候 到这复制粘贴就成了 是吧 所有的代码其实都是复制粘贴的这么一个节奏 默认地外 是吧 这是一个难 提交到邮箱 到邮箱之后呢 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 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呢 如果解决编码就太麻烦了 我可以把这个地球和地外改成什么呢 改成英文 但穿英文的时候是不会出问题的 是改Value还是改这个呢 我判断是改这个 Value 是吧 Earth 这个是Earth 这个是Out of Earth Out of Earth Ctrl A,Ctrl S 把它刷新一下 再刷新一下 默认还是地外 是吧 O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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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算不算广告呢 啊 这个忘了是下一点 男的是地球来的 百度两下 你更知道 提交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就是 智商18 是吧 性别男 集贯地球 发送过去 这样我就获得了这个调查问卷的结果了 这其实也是方便用户 为什么没有一个所谓的提交页面 你像现在咱们这个注册的东西 其实都在网页里面自动提交 提交到服务器呀 或者提交到什么地方 但当时那个年代 其实还没有什么所谓的后台处理服务器 嗯 有一种服务器 最常用的服务器就是邮件服务器 但邮件服务器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邮件服务器又有哪些特征呢 我们下次再说 提交到服务器 那么接着 出工 好的 一些证据 用户务器